真实利益里头最重要的 你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放下了妄想分别之处 你就弃入境界了 这叫就近了矣 那弃入境界 就是我们一般人家的正果了 成佛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再往下面看 无量而受尽 那近宗之总纲 纲是纲领 纵纲领 所以他称为 近宗第一近 近宗的近不多 所有的宗派 只有近土宗的经典最少 他只有三部近 一部论 这早年的 三部近 第一个是无量寿经 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 这十六观经 第三个是阿弥陀经 分量都很少 那一论呢 天清菩萨的往生论 三级一论 那个一论是天清菩萨 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 他的心得报告 提供给我们 只参考的 那现在呢 现在是五经一论 这五经从哪来的 三经是佛说的 五经是 咸丰连见 清朝 咸丰的妃子 慈禧太后 大家都知道 讲咸丰 知道的人不多 讲慈禧太后 很多人都知道 慈禧太后的丈夫 咸丰连见 有一个居士 无意陌生 这个后头都有介绍 为陌生 这个老居士 也很了不起 他把 《华严经》 最后的一论 不是一品 最后一论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就这一论 《华严经》 最后这一论 是一品里头的一章 他把这个 抽出来 附在 净土三经后面 成为 净土四经 所以诸位 是在 以后看到 佛门 净土四经 你去晓得 那是 魏陌生 加了一个 加的好 为什么加的好呢 在我们 《华严经》上 特别是 下落的 汇集本 我们看到 第二品 德尊 普贤 第二 那就是那一章 所以确确确实实 华严最后是 贵净土 贵无量 是我 所以他那一瓶 付出来 付得太好了 这净土四经 那五经呢 是 应光大死 这近代的 应光大死 去我们不远 他明过二十多年 才往生 抗战期间 往生 他老人家 把《楞严经》里面 二十五元通章的 大师至菩萨元通章 这一小段的经文 把它放在 净土四经后面 变成净土无尽 这个做法 不可思议 净土还需不需要 其他人 不需要了 到这就圆满了 为什么呢 那 两百四十四个字 我跟主人说的是 那是净土宗的心境 是一大藏教的心境 也就是 善导大死 他老人家常常讲的 祝福所以心出世 唯一说 弥陀 奔远海 映光大死 这个做法了 让我们对 这个 这个 向导大大大死 说的这句话了 完全明白了 一切祝福 硬化在舍法界 在一切祝福 插土的舍法界 普度众生 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驰名念佛 求真净土 三根仆贝 利敦选手 这是了不起的法门 极简单 容易 稳当 什么人都能修 个个都能成就 就善导大死 讲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 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 往生的人那么少 跟善导大死的话 有没有矛盾 给主说没有 那什么原因 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 固在你 不在法门 不在经历 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 真地万修万人去 一个不漏 阿 妮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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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偶